各位好 我是彭慧珊 港股今天的整體走勢比較偏弱 最主要是上星期五 有聯儲局部份理事出來表示 在下年年底的時間 已經有加息的需要 令到市場突然覺得 加息部份是加快 令到美股上星期五 都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下跌 亦都拖累到亞洲區的股市 在早期的時間是下跌的 日本的跌幅達到3% 港股在開市的時候 已經是低開差不多300點 並且一度跌下去是28,300的水平 不過在中段時間指數出現了反彈 令到跌幅收窄 縱使在下午的時段 跌幅再度擴闊 但都沒有跌穿布里加通道的底部 近日整個行至 都是在布里加通道的底部 看到一個比較強的支持 整體指數成功有 底部逐步反彈 去到早段的開市水平附近 最後全日跌了312點 收市時間跌幅達到1% 收市是28,489點 至於成交稍微增加了 去到1573億的水平 不過以跌幅去看 今日整體的資金流 那方面 未有出現一個比較令人擔心的情況 主要是因為 早段的時間 看到資金流走的時間 大概是13億左右 中段的時間曾經一度 在指數即是跌幅收窄的時間 曾經出現 資金流有一個淨流入的情況 總之下午時間 再度錄到資金流出 但也只是大約15億的資金流出 去到收市的時間 資金流的情況 更加收窄到它 只剩下4億左右 顯示著資金流出的情況 並不是屬於一個主動的 大部分投資者 都繼續觀望為主 因此 都看回波利加通道的底部 仍然都是一個 比較好的支持位 指數來說 在短期去到28,100 這個水平附近 就開始守得穩 只要以現在來說 整個下跌走勢 沒有跌穿過波利加通道底部 甚至說 沒有跌穿過3月和5月份 兩個主要的指數支持位 27,500和27,700 整個港股都只是屬於一個整股 投資者還是可以繼續 比較偏向對後市的樂觀 仍然都是以一個炒股 炒市的情況 是繼續運作的 整個市似乎還是比較眷戀 一些汽車相關的股份 至於一些中資的科技類股份 可能短期內的整體走勢會比較弱 投資者可能就盡量去避免 投放資金在一些新經濟股份 以及科技類股份 蠻業股份 系統尼